前世,我和姐姐都到了积极论亲的年纪 姐姐身为嫡女,进宫成了皇帝妃,享荣华富贵 我身为庶女,只嫁给了一个贫困书生,生活捉襟见肘 谁料,姐姐被其他公妃陷害,打入冷宫 日日受人白眼,辛苦度日 而那贫困书生却金榜提名,封官尽绝 后院无妾只疼夫人一人,为我请封了告命夫人 姐姐愤愤不平,谎称命不久矣,宣我进宫用酒毒死了我 在睁眼,我们一起回到了积极那日,姐姐抢先选择了贫困书生 我才应该是告命夫人,妹妹,我等着你打入冷宫的那一天 我沉默半赏,难道姐姐不知道,贫困书生之所以能考上功名 是多亏了我吗?聪明的人在哪里,都会有活路 毒酒侵蚀喉咙的疼痛才刚刚过去,我忍不住剧烈地咳起来 小姐,小姐,丫鬟双猪将我轻轻咬醒 夫人派人来传话,唤你去前厅,老爷爷等着的 我正愣了一会儿,很快反应过来,我重生了 今日,是宋家来提亲的日子 而我前世集集里被冯春雪推下池塘,一直昏睡 并没有见证宋泽来提亲这一幕 我起身很快收拾了一下,便往前厅去 前厅,唯有宋泽一人跪在地上,双手交叠高高举过头顶 小生父亲曾对大人有恩,我知大人乃知恩图报之人 曾与父亲定下娃娃亲,故而小生今日来提亲,对现曾经莫言 父亲沉着脸,一言不发,母亲端起茶喝了一口 笑意应道,宋公子言重了,无非是大人口中的儿戏话 我们冯家也不是什么小户人家 说完,母亲侧头轻声道 云翠,去库房取十两金子过来 小生不要银子,只求承诺兑现 小生这里还有冯大人与父亲当时写下的亲书 宋泽将头磕得砰砰响,大有一副不达目的不走的架势 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冯家贫寒时的确与宋家交好 只是如今,他们还真看不上宋泽 冯家的小姐并不多,只有两位,一是姐姐 母亲所出,正正经经的嫡女 而我,则是父亲一次醉酒的风流寨 母亲去城外寺庙祈福时 一个丫鬟胆大包天地下了要爬床 这才有了我,生下我后那丫鬟便被卖到窑子里去了 细细想,我从出生便没有见过我的生母 父亲顿了顿,开口,既然如此 我见你也是个痴心人,那便吧 我抖了抖,正打算出列下跪说不嫁 另一道声音打断了父亲的话 我嫁 冯春雪提着裙摆跑进来 看着父亲,又急切地重复一遍 我嫁 屋里一阵寂静 父亲摆摆手命令丫鬟,把小姐带回屋里 冯春雪却拼了命地挣扎 我就要嫁给宋泽 冯春雪一边大声嚷嚷,一边挣脱束缚 直愣愣地跪在宋泽身边 父亲,我心悦他,我就要嫁给他 如果我不嫁给他,我宁愿去死 嗯,你前世是死了 你,你 父亲气着拍桌子 好好好,你要嫁你就嫁 我管不了你了 哭闹不止的冯春雪也被关了几天 听说他绝食了几天 父亲母亲终归是被他磨得没有脾气了 捏着鼻子,同意了这门婚事 冯春雪和宋泽的婚期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了下来 冯春雪再胡闹 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婚礼还算盛大 出嫁前,冯春雪笑咪咪地对我说 我的好妹妹 这辈子轮到你来尝尝被打入冷宫日日受人白眼的日子了 而我 她一脸欣喜地摸着自己的脸 我才是告命夫人 我才配拥有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低着头 替姐姐梳着头发 双肩忍不住地发抖 太开心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的好姐姐 谢谢你 冯春雪出嫁了 下午父亲便试探性地和我说 让我进宫 冯家再富贵 也终究是新贵 送个女儿进宫 总归是有好处的 她们本来是想让冯春雪进宫的 毕竟是嫡亲的女儿 在形式上更加方便 但看冯春雪内非送则不嫁的样子 也怕把事情闹大 失了体面与机会 我点点头 若是不进宫 我也只会成为联姻的一枚棋子 都半斤八两 好不到哪去 进宫 起码可以搏一搏 上一世 冯家成为新贵 也得几分权势 皇上也有意那几个世家女为妃 巩固一下人心 冯春雪就这样进了宫 还记得进宫那日 冯春雪专门请我过来 看她风光的样子 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的好妹妹 以后我就是皇帝妃子了 下次见到本宫 你就得跪着行李了 见人生的小贱人 要怪就怪你那不知廉耻的娘吧 我的内心古井无波 或许是习惯性让着冯春雪了 在家里我要顺着她伺候她 在外面我也是她的奴才 被她使唤着 有时 我觉得我连府里的丫鬟都不如 进宫后 冯春雪因为外貌的出色 的确很受圣宠 但跃进百花的帝王新鲜感 很快过去 冯春雪像无数个入宫的妃子一样 很快被遗忘 直到一次巫蛊事件 冯春雪成了顶包的替罪羊 年轻的帝王不是不知道真相 只是权衡利弊之后 那个人只能是冯春雪 所以他被打入冷宫 寿人冷眼不说 日子一长 甚至有胆大包天的太监 占他便宜 否则便客扣东西 谁都知道 皇上不轻易将后妃打入冷宫 一旦这样做了 便再也难翻身了 冯春雪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 直到一次宫宴 宋范的宫女无意中提到了我 要我说 一生一世一双人这句话 放在状元爷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要我遇到这么个好郎君就好了 看宋大人和他夫人的恩爱一样 实在是令人羡慕 听说宋大人和他夫人 也算贫贱时的夫妻 他夫人一个不受宠的妻女 如今却得了告命 真是好命 这位宫女嘴碎 平日里宋范 也愿意与这位疯疯癫癫的后妃 聊聊外面的事情 冯春雪这才知道 众人谈论的状元郎君是宋泽 那位让人艳羡的夫人 正是我 她彻底疯了 便谎称自己得了重病 让我进宫探望杀死了我 她接受不了输给我 输给这么一个 曾经给她当奴才当狗的树妹 输给她曾经看不起的人 这比杀了她还痛苦 到了入宫的日子了 我与其他的贵女 一起被带入宫 冯家不算显赫 我被封了一个贵人 不高不低的位分 说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 皇上当晚便罩了我 我洗漱收拾完 便被一台小轿抬进了紫辰店 店内点着淡淡的熏香 是我不曾闻到过的味道 小太监告诉我 皇上还在处理公务 晚点过来 我对着镜子里了里头发 闻着熏香 竟也有几分困了 不知不觉地躺在床上睡着了 过了许久 感觉有人似乎在摸我的头发 我酝酿了一下 挤出两滴眼泪 迷迷糊糊睁开眼 你是 我揉了揉眼睛 是刚睡醒的惺忪 又注意到男子的明黄色衣服 皇上 李燕看着美人朦胧发愣的样子 不禁失笑 没想到店里居然来了一只小懒猫 瞧你迷迷邓邓的样子 可是等朕等累了 我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做足了少女娇羞 没有 我 臣妾无意犯困 我咚的一声跪了下来 皇上赎罪 朕何时怪你了 李燕摇了摇头 似乎被我的娇憨劲逗笑了 直接将我拉入她的怀里 既然爱妃不累 那便就请吧 我有些害羞地点头 工人也自觉地退下 红烛燃杖 春风何香 进宫的贵女中 我头一个事情 虽然引人重目 被敲打得几番 但我尽力表现出 没有脑子的样子 见我够不成威胁 倒也没几个人给我使绊子 我安安分分地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住处我选到了豫落宫 一处主店和两个偏店 离玉花园极近 主店的是徐贤飞 听闻她在一次风波中 身子受了伤 很难再运了 因为这个心结 她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去一处 很远很灵的仇子庙小住 我住着一处偏店 另一处偏店则无人 过了三日 是回门日 宫中嫔妃也被允许回家探望 我坐上马车出宫 过了一会儿 到了冯府 我早就差人告诉他们 我今日回门 过而冯家一家老小 都在门口等着 我下了马车 一家人寒暄着进了府里 到了主厅 我发现冯春雪和宋泽也在 宋家寒苦 钱是我嫁给宋泽 日日连饭都吃不饱 还要天天下地干活 实在是饿极了 想回冯府吃顿饭 求着接济一下 都被拒之门外 被驱逐 如今冯春雪 却能时不时回冯家吃饭 被接济着 饭后 冯春雪找到我 冷笑道 宫里的日子不好过吧 好好享受吧 你现在的荣华富贵 马上就没有了 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摇了摇头 柔弱道 福氏皇上是妹妹的福气 姐姐莫要忘言 是福气啊 冯春雪盯着我 被逼着给太监做对食的福气 妹妹你好好享受着 一想到前世 他为了口吃的 被逼着给那太监做对食 他就觉得恶心 不过这辈子不是他了 是冯冬主 冯春雪愉悦地想着 拉着宋泽离开 妹妹的福气 大着呢 我淡淡一笑 借姐姐姐急言 回了宫中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我拖出宫采买的宫女 从外面带进来些花种子 开始一心一意地种化 御花园 李燕难得闲逛 没人知道 今天是他生母的忌日 他的生母是一位宫女 在一次偶然之下 先皇姓了 成了贵人 生下李燕没多久就撒手人寰 先皇后在位时 一直无所出 生下来的孩子 大多都夭折了 于是理所应当的 李燕被放在皇后名下抚养 不知不觉中 李燕走到了豫落宫 奇异的香气传来 熟悉又陌生 他对着准备通报的太监摇了摇头 寻着香味走到了偏殿 映入眼帘的是 大片大片的紫色花朵 明媚艳丽 然后 他看着两部之外的美人 一身青绿长衣 外着银线披挂 三千青丝被翠环扣 松散竖着 花影摇晃之间 美人眉目练艳 嘴角微翘 一心一意试弄着花草 如花中精怪 射人心魄 李燕就这样静静站在了原地 宫中女子 大多是出身京城的世家贵女 这种小家碧玉的江南女子风情 还从未有过 我内心咕摸着脚步声停留的时间差不多了 才缓缓转头 看到李燕后有些惊慌失措的行李 李燕却抢先一步将我扶起来 因是夏日 我脸上又薄汗 更显得天真明媚 李燕笑了笑 抬手替我擦了擦汗 朕倒是没想到 冯贵人如此天真可爱 还有试弄花草的情致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臣妾生母是江南人 曾以卖花为生 受母亲影响 臣妾平日的爱好就是试弄花草 这是月梦花 我点点头 很少有人知道 皇上生母是一名江南女子 因为精通园艺 在御花园照料着花草 月梦花是南方的花 并不名贵 帝王喜好不轻易显露 御花园并没有引进 却是他生母最爱的花 吃惯了山珍海味 见多了虚情假意 李燕不可能不心动 人越缺少什么 就越想得到什么 当晚 李燕第二次翻了我的牌子 此后连续几天都塑在我这里 一时间 我被引到了风口浪尖 有妃嫔嫉妒 一把火烧了我的花圃 我欲欲寡欢了好几日 李燕将那位妃嫔查了出来 她罪厌心机之人 或许是和她太相似的人 她决定好好处置一番 我却为那位妃嫔 梨花带雨的求情 说她可能是无心之过 李燕美好气地敲了敲我的头 你这般纯良天真 在后宫里不是好事啊 那位妃嫔果然没有受到重罚 只是被禁足了两天 后宫议论纷纷 都觉得冯贵人是个傻子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放弃 李燕为了补偿我 赐给我不少奇珍异宝 还给我晋升了到了品位 赏赐风浩化 一时间 我风光无限 在后宫中虽谈不上圣宠 但也是小宠 但 怎么够呢 冯嫁不会帮我 我又只是个不受宠的庶女 宫中吃肉不吐骨头 我要好好活下去 不久后 徐贤飞回宫了 这是我的最关键的一步棋 她得知 住在偏店的新入宫的妃子 很得圣宠 特地请了我去小坐 我安静温顺地坐在一旁 徐贤飞不嫌不淡地 问了我几个问题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满意 她牵过我的手 叹息伤感到 我在家中时 也有个妹妹 与你年岁一般大小 如今看到华贫 总忍不住会想起家人 哎 宫中人心浮动 不如你任我做个姐姐 姐妹互称 在宫中有个照应 徐贤飞眼中泛起泪 低头用手帕擦了擦眼 看上去 倒真的一副慈爱姐姐 思念妹妹的样子 我在京中 贵女中饱受排挤 所以大部分宴会 并没有给我递帖子 徐贤飞还真以为 我不知道他们徐家情况 徐贤飞是徐大人 唯一的嫡女 若说起妹妹 倒是有几个树妹 关系实在是谈不上好 甚至是极差 徐大人是出了名的 宠妻灭妻 妻子家事并不显赫 也是妾室上位 徐贤飞一直不受宠 再加上没有孩子 徐大人已经计划着 送她那几个树妹进宫了 如此一来 她和她母亲往后的日子 只会不好过 所以 她才想物色一个妃嫔 直接生下孩子 过季给她 毕竟 生恩哪有养恩大 她也是没办法 毕竟她前世后面被逼急了 也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我正是 炙手可热的权贵夫人 这种事情 我一清二楚 我也跟着擦眼泪 我是家中庶女 向来也没有过受宠的日子 如今在宫里 遇到一个好姐姐 我是真高兴啊 徐贤飞笑了 我也笑了 如我所料 徐贤飞急不可耐地向我示好 替我摆平了一些事情 还派人抄了陛下喜好的书 给我送过来 毕竟是东宫时的老人 知道的自然比我们多 月梦花和皇上生母的事情 纯属我无意中得知 而徐贤飞的帮助 更是让我了解陛下 日日相处 夜夜相素 我成了她心中 仿佛生来便是 与她相恋的灵魂伴侣 她的真命天女 圣宠之下 我很快有了身孕 三个月后 秋菊正盛 皇后邀请了百官贵族 进宫赏局 上一世 宋泽还没有参加科考 没有一官半职傍身 自然没有资格进宫 这辈子 倒是有了冯春雪的原因 冯家父母 把她和宋泽一起带入宫 想顺便让宋泽结交人脉 我坐在主位之下 皇弟子四不多 宫中怀孕妃子 更是寥寥无几 因着这份特殊 我坐得离皇上不远处 冯春雪和宋泽 则坐在很后面的位置 几乎是要出宴会场地了 但我还是一眼看到了他们 实在是 很难忘啊 宫中消息向外面传播的慢 再加上我并没有刻意报备 冯妇只是隐约知道 我在宫里过得不错 便催促着让冯春雪 来和我叙叙旧 巩固一下姐妹情 她不了解姐妹之间的矛盾 只隐约知道 冯春雪和我关系还算近 冯春雪颇有些不情不愿地来了 嘴角一直搭拉着 但迫于冯妇的命令 她还是来了 在皇室靠前的位置 那张望着找我 她的目光 一直在低品街的嫔妃里张望 一直在后面打转 却没有找到 这位姑姑 冯春雪拦住了一位宫女 你知道冯贵人坐在何处吗 冯贵人 宫女略微思索了一下 没听过这号人啊 冯春雪面上一喜 轻声道 许事我糊涂了 可能这位贵人犯了错 已经被打入冷宫了吧 哦 你说的是华平娘娘吧 宫女看着冯春雪 与我有几分相似的脸 恍然大悟 你是娘娘的姊妹吧 还真是相似 华平娘娘如今有了身孕 她坐在皇上身边的 冯春雪睁大眼睛 嘴里念叨着 怎么可能 贫位 宫女好心 便引着她来到了我这里 娘娘 这位姑娘自称是你姐姐 奴婢便将她带来了 此时 我正和李燕撒娇计划着 明年冬日去采雪酿酒 听见宫女的话 我转过头 果然看到冯春雪 局促地站在一边 她穿着不差 还是之前 她在冯家荡小姐的气派 只不过在争气豆艳的嫔妃中 多少显得寒酸和小家子气 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眼中划过一丝恨意 我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点情绪 干脆直接不说话 晾着她 碰巧一位老臣 来请皇上咽下说话 看到李燕一离开 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没想到你肚子这么争气 还怀上隆重 不过你放心 你这个孩子 很快就保不住了 到时候 有的你哭的时候 她说的没错 皇上子嗣少的原因 是因为皇上 不愿意让他们生孩子 所以每个怀孕的嫔妃 都会在各种意外下流产 但 那又怎样 等她晚上看到自己丈夫 和另一个男子 颠缆倒缝时 她还笑得出来吗 我懒得和她再说话 只是吩咐着宫女 将她赶出去 大庭广众之下 冯春雪和宋泽 被赶出宴会 十足的狼狈 丢尽了面子 宫女美其名曰是 他们饶了娘娘养胎清静 有着黄四傍身 倒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 冯母则是安慰着 气极了的冯春雪 她在横 没有娘家人给她撑腰 她在宫中不会好过 我看她到时候 还敢不敢这样忘恩负义 冯母还真是说到做到 公妃每月盈利不少 但是还要打点工人 人情世故 自然又是不够了 所以有家事的妃子家中 都会差人送银子 冯家断了这笔银子 虽然他们本来送的也不多 冯父还按戳戳地写信 让我不要飞上枝头 就忘记了姐妹情和冯家 我呸 我把信柔做一团 丢进火里 白白给冯春雪 做了16年的杂役丫鬟 现在知道 我也是冯家的小姐了 还莫要忘恩负义 我喜欢装傻 还真当我是个傻子了 那我之前吃剩饭 住柴房的日子算什么 算我倒霉吗 事实上 倒霉的不是我了 冯春雪拿着令牌进宫看我 那时李燕给我的令牌 算是一份宠爱 说让我给家人 凭此令牌 可以随时进宫探望我 没想到 居然被冯春雪给拿着的 冯春雪穿戴还算整齐 只是面色惶惶不安 看着狼狈许多 一看到我 她双眼便服起浓浓的恨意 三两步向我扑过来 却被我身边的宫女 拦着架起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知道宋泽的事 冯春雪大声道 苍白的脸泛起红韵 显然气得不轻 一直挣扎着想来扑我 我悠哉悠哉地 坐在贵妃榻上 轻声道 姐姐在说什么 妹妹怎么一句话 都没有听懂 贱人 冯春雪话音刚落 宫女便一耳光扇了过去 放肆 娘娘可是你可以玷污的 要是让娘娘动了胎气 你几个脑袋赔得起 这一巴掌极重 冯春雪被打得有点懵 她张了张嘴 却没有再说话 冯春雪呀 你还真是傻 我心情不错 便几步慢悠悠地走到她身边 而语道 自己的丈夫 变成姐妹好受吗 或者是冯春雪 和宋泽一起伺候那个肩夫 你觉得好玩吗 宋泽是有龙羊之好 还是下面那个 前世宋泽娶了我之后不久 我就怀孕了 她很快暴露了真面目 不遮掩地在床上 与她的肩夫云雨 甚至让我一起去服侍 特殊的癖好和虐待 让我流产了两次 为什么状元深情不纳妾 因为她不喜欢女的 为什么状元夫人生育晚 因为她曾经流产了好几次 甚至请风告命夫人 也是她演深情的一部分 那时她正计划着如何杀死我 因为我太聪明了 死人永远比活人能保守秘密 却没想到 我先被冯春雪毒死了 不是没有想过逃 我曾偷偷逃回冯家 冯父冯母 却以我已不是冯家女 而是宋家妻为借口 拒绝帮助我 无论我怎样逃 宋泽都能把我抓回去 一个公民傍身 前途无量的女婿 一个吉吉无名 不受宠的庶女 她们知道怎么选 我是唯一的牺牲品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冯冬竹 冯春雪不甘地问道 一双美目定定地望着我 我耸了耸肩 轻声道 姐姐 你没有给我机会啊 我准备告诉你的 但是 你杀了我 冯春雪精神有点崩溃了 她骂骂咧咧 在宫女放松警惕时 她甚至又拿着准备好的刀 想杀了我 我无奈地摇头 姐姐 估计重施可不好玩 我还能被你杀第二次不成 冯春雪摊在笔上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她从一开始地 怀疑我装神弄鬼 到现在 她终于相信了 原来我也重生了 她痴痴地又笑了 目光如炬地看着我 那又怎样 我还有告命夫人 我还能想荣华富贵 我没有输 我冷眼看着她 派人送她回了送家 姐姐 自己选的路 要走完啊 到了科考放榜的日子 宋泽贫寒 还想着科考继续翻身 冯家父母 见我在宫中指望不上 只能眼巴巴地指望 宋泽飞黄腾达 真是好笑 宋泽一个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的伪君子 哪能写出 忧国忧民 才华过人的文章 前世 宋泽偷偷看过我写的策论 他嫉妒于我的才华 便实时要求 我将这些思路 一一讲给他 他听信 偏方弯我的心头血喝下 认为 这样能夺走我的才华 还找了苗江树士 为我与他下骨 我大病一场 不知是否是天意 他真的考上了状元 而我 差点丢了半条命 苟延残喘 这一辈子 我不信他还能翻身 谁料 他还真的翻身了 这一次的状元 还是宋泽 不可能 我内心疑惑 总不能宋泽 真是文曲心下凡 天生的状元病吧 我对他太了解了 有了前世的一些线索 我顺藤摸瓜 还真摸到了蛛丝马迹 但接下来的 不适合我查了 公正不阿 爱国爱民 一直希望改革科考的 老陈不少 我只是派人 无意中散播几个消息 略微点拨 便有人插手 开始安安调查了 听着手下人 汇报的事情 我微勾唇角 还真是 胆大包天呢 我又打开 刚刚送来的信 是冯春雪的 贴身丫鬟青蓝 给我写的信 宋泽一考上状元 冯家也是扬眉吐气 毕竟有这么一个 出息的女婿 听说 酒席都开了好几天 他们短暂忽略了 公里的我 冯春雪也似乎内心 找回了一点平衡 只期盼着告命夫人 为榜上有名的雪子 举办的庆功宴 在皇宫举行 宋泽和冯家人 也在邀请之中 歌舞升平 宴会正进行到高潮 宋泽被众星捧月的 夸赞拉拢着 冯春雪也被贵女们 簇拥着 脸上倒有了几分喜色 皇上也难得夸了几句 赞他全权爱国之心 突然 一官员半跪上奏 语气吭腔有力 言之早早说着 科考舞弊事件 而宋泽也在其中 官员拿出了证据 被太监小心翼翼地 递到李燕手中 大厅里无一人说话 安静地可怕 李燕的脸色逐渐沉下来 眼中蕴色渐浓 宋泽则是冷汗沉沉 眼神不停地往冯父那望 放肆 李燕大喝一声 将信件扔在地上 阴沉沉地看着宋泽 直接下令 将冯父冯母和宋泽一家人 关入了大牢 还有不少人被牵连 一同进了大牢 我眼纯暗笑 本朝的科举制度 本就问题不少 但是宋泽还真是倒霉 那些老臣 刚好借着他这件事 让皇上好好改革一下 科举制度 他们也怕 这朝堂迟早成为 世家的一言堂 寒冬已过 春雨悄然而至 我的肚子也日渐显怀 行动上也多有不便 冯父找了人 给我写了无数封信 期盼我这个 颇得圣宠的女儿 救救他们 我都烧了 却还是装作悲伤的样子 装病一场 太过无情的人 容易让人心生提防 人嘛 总要慧眼一点 真相并不会因为 欺骗而消失 男主人的意识兴起 造就了丫鬟悲哀的一生 爬床无非是 他为自己色欲上头 找的谎言 粉饰太平 最悲哀的是 我生母也并不是 拿到银子主动离府 而是被冯夫人 毒打了一顿 直接发卖 到了窑子里 被活活折磨死 难受的情绪 爬上心头 我皱了皱眉 不再去想 李燕最近忙着正务 很少来后宫 徐贤飞倒是经常来 我这宫殿看我 为了让我安心养胎 和方便皇帝看忙 我的宫殿被李燕 选载了离他最近的一处 我盛宠依旧 徐贤飞不由地 对我也有了几分忌惮 言语中也多了几分敲打 甚至不痛不痒的 给我使了几个绊子 他暗暗试探和警告我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依应下 如他所愿的避开锋芒 呈现出臣服讨好他的样子 他的计划 便是等我生下孩子过季给他 若我不吵不闹配合他 可以留着一条命 若我心思多了 他就会杀了我 他并不打算遮掩自己的心思 他对自己的计划很自信 就如同冯春雪 每一次折磨我时一样 自信高傲 我有些讥讽地想 这难道是他们敌女的通病 变故有时发生的 就是这么奇妙 一天夜里 李燕轩我去了徐贤飞宫里 徐贤飞宫里 热闹非凡 大部分飞嫔都到了 正在叽叽喳喳的细语 他怎么敢的呀 真是不知廉耻 我走到前面 只见徐贤飞穿着寝衣 狼狈地跪在地上 面色苍白的像纸一样 李燕默不作声地站在他面前 谋色沉得要滴水一样 徐贤飞听见脚步声 微微侧手 死死盯着我 眼中闪过刻骨的怨堵 是他 皇上 是华平陷害臣妾的呀 臣妾根本不认识什么书生 我柔柔一笑 惊诧道 姐姐在说什么 妹妹怎的一句也听不懂 李燕见我被徐贤飞的气势 吓得有些发抖 伸手将我牵至他身后 立声道 徐贤飞 朕当时赐你这个位分与封号 是希望你贤良淑德 成为后宫表率 如今你与外男通奸 实在是太让朕失望了 我没有 徐贤飞大声道 语气哀晚 皇上 臣妾没有啊 朕已经派人将那书生处死了 他承认了 你若再狡辩 希望怪朕不客气了 死了 徐贤飞惊恐道 眼睛却突然有点红了 怎么可能 死了呢 我微微勾唇 徐贤飞是与外人通奸 不然 他又怎会每年都要到外面小住呢 自然是与他那情郎相会 如交似妻 到底还是有几分真情的 听到心上人死讯 伤心的情绪便藏不住了 徐贤飞愣了愣 然后便盯着躲在李燕身后的我 抬起手颤抖地指着我 他一字一句地控诉着我的心机 说我的天真纯良全是掩饰 甚至李燕的信息 也是他告诉我的 说我蛇蟹心肠 李燕冷笑 不屑地盯着徐贤飞 哦不 现在应该是树人徐婉了 你以为正会相信吗 华贫曾经为伤害他的嫔妃求情 连一只蚂蚁都不敢猜死 他绝不会是那种人 你这贱妇 果真是蛇蟹心肠 李燕将他贬为树人 在换一局劳作 便拂袖而去 人群散去 我看着跪在地上神情恍惚的徐婉 轻声道 你以为你了解我 我就不了解你了吗 在他日日监视我的时候 我也在借徐贤飞的力量 暗暗培养自己的势力 这次扳倒他 还是我花大代价 收买他的贴身宫女才成功的 徐贤飞每次去那观音庙 都会带他一起 没等徐婉尔反应 我便离开了 科考一案牵连甚多 查了整整两个月才 全部查清 这是一次政治的洗牌 这是一场由大部分施加主导的局 而冯富太后面子 为了买宋泽这个状元位 花了不少代价 宋泽也暗暗结交这些官僚 冯春雪笼落 毕竟也有不少癖好特殊的人 喜欢人妻 冯春雪苦不堪言 与兮兮丽丽地下 处决的圣旨已经写好 而我也在这期间 担下了一对龙凤胎 国师称此为吉兆 李燕大喜 当即封我为锦妃 其真一宝 零罗绸缎水一样的 进了我的宫殿 也为两个孩子赐了名字 我身子恢复得快 眼看着要到了冯家人 斩首的时候 我准备去监狱探望他们 算是送他们最后一程 全了情面 明明不是寒冬腊月 监狱却阴冷得很 湿气从脚底渗入 黏乎乎地粘在身上 地牢阴冷 娘娘千金之躯 可要仔细着点 为首的官员殷勤道 我淡淡一笑 不打紧的 只是来看望一下 我那糊涂的姐姐和父母 地牢的涌到点着 忽明忽暗的烛火 一个接一个的牢笼 关着了无生机的犯人 在这里 活着彼死难 狱卒将我带到 关押冯家人的地方 冯父冯母感染了风寒 正倒在床上熟睡 宋泽痴痴地望着天窗 看上去也狼狈 似乎是精神不正常了 我自然是知道为什么 一开始 宋泽与其他犯人关在一起 不知道谁透露了 宋泽好男风 再加上宋泽冒入好女 听说那一晚 宋泽吃了不少苦头 第二天 狱卒将他扶起时 连路都走不稳 实在是有爱风气 他便被转移 与冯家人关在一起 冯春雪不住地搓着手 有些神经兮兮的 姐姐 我提着一盏灯 身边人在我试一下 已经退下 冯春雪似乎把握住了我的命脉 激动道 我不会有事的 因为 我摇摇头 冯家帮宋泽舞弊的证据 是我提供的 冯春雪愣住了 看着我唇角不变的笑容 身子竟有些发抖 皇上不会治我的罪 只会赏赐我 你赢了 你赢了 冯春雪惨然道 上辈子 这辈子 凭什么 你能处处压我一头 我真不甘心 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 你有什么不甘心 权贵家的嫡女 世家小姐 真是一手好牌 打得稀烂 我冷笑道 都怪你 是你毁了我的一生 你凭什么 唉 我长叹一口气 就凭你太笨啊 姐姐 聪明人到哪都有活路 不说重来一时 我站起来 俯视着她 冷声道 就算重来两次 三次 你都无可救药 而且我也没有赢 因为 我饶有兴趣地 看着她的愤恨 一字一句道 我从来没有 把你当作对手 你不配 不久后 冯春雪在地牢里自杀 冯父冯母疾病缠身 在地牢里去世 而宋泽被斩首 春天的雪会融化 直到消失 而冬天的烛熬过了寒冬 依然挺拔 李燕拥着我 告诉了我 他们最后的结局 他认为我和他一样 有不堪回首的童年 因此 他默默下定决心保护我 就像是保护过去的他 那一夜 我睡了重生以来 第一个好觉 前世的纠缠 爱恨 阴影 从此 恩怨两清了 全文完